大家好,我是润土 由于我的上一部电影 外婆的家感动了一些人 所以再介绍一部温情电影 《孙子从美国来》 讲述《孙子从美国》和美国杨孙子的感人故事 想看电影的朋友可以私信我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 和自电影名称 老杨是个传统的皮影戏艺人 性格倔强 风和日丽的一天 离家多年的儿子突然回来了 还领来了一个外国媳妇和孙子 不过,媳妇属于二婚 孙子也不是亲生的 保守的老杨狠狠地教训了儿子 嫌他给自己丢人 第二天一大早 儿子因为工作需要 远父可可洗礼 把杨孙子丢给了老杨照看 一个是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头 一个是西方城市的熊孩子 因为文化差异 两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杨孙子跑到农村汉厕 又跑了回来 说了一句 臭 老杨笑着说道 臭就对了 香的当是厨房 嫌臭 滚回你美国拉去 老杨担心熊孩子拉在屋里 赶紧用毛巾给他捂住了口鼻 还点了一炷香 孙子歪起了躲猫猫 老杨想要教训孙子 孙子却说想吃汉堡包 老杨就用陕西的面膜 夹了几块肉 孙子晚上尿床 自己拿着床单要去晾晒 老杨嘲笑道 躲大了还尿床 害不害臊 孙子人小 脾气却挺大 拿着书包就要离家出走 老杨连拖带拽的 把他扛进了屋里 孙子忙着话话 不肯吃饭 老杨说道 饿你三天 吃屎都是像的 老杨吃着油泼面 一个人睡觉 半夜里 钻进了老杨的被窝里 孙子爬出腰垢蜘蛛网 擦擦了脸道和大腿 老杨说了他几句 气得孙子关上了门 不理老杨 孙子想吃牛奶和面包 老杨不愿打理他 孙子又犯起了驴脾气 杯子书包又要离家出走 老杨说道 中国人民从来都不是被吓打的 无奈之下 老杨只好去找王站长寄牛奶 王站长希望老杨 能够办个皮影系培训班 老杨其实深爱着皮影系 只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看皮影系 于是没有答应他 孙子偷偷打开了老爷的皮影系木箱 这个是老杨最爱的宝贝 气得老杨把孙子轰了出去 滚归滚 孙子鬼哭狼嚎 老杨担心会被邻居发现 最好答应孙子摆弄皮影 紧接着就带孙子进城 染成了黑头发 还买了蜘蛛侠面具 恰好被赶人的王站长发现 孙子做梦说想要看皮影系 于是老杨答应了王站长 到培训班教学 老杨睡觉的时候 孙子用门挤碎了老杨的王安活泼 看到老杨气坏了 说了一句 老杨满怨的追赶孙子 不小心踩出了孙子的蜘蛛侠玩具 孙子再也不理老杨 还要分家 心疼孙子 老杨连夜赶制了蝙蝠侠的皮影 在被窝里 两人化解了隔阂 上演了悟空大战蝙蝠散的好戏 老杨教孙子学唱中古诗曲 孙子教老杨学唱国外歌曲 两人拉钩 承诺大年三十日要一起吃团圆饭 取料 儿子突然回来了 两人已经分手 杨媳妇要带走孙子 连夜 老杨给孙子表演了皮影戏 孙子被强行带走 老杨很是不舍 眼泪不甜的打砖 老杨又回到了一个人冷冷清清的生活 虽然不是自己的亲孙子 老杨还是十分想念他 他回忆着和孙子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半年后 老杨突然接到孙子打来的电话 孙子推开大门 遵守了爷俩的诺言 一家四口拍了一张和和美美的全家福 或许当我们毅力求学或者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爷爷就是这样思念着我们 毕竟人老了是靠回忆活着的 你的爷爷对你好吗 或者分享你和爷爷的故事吧 欢迎大家评论告诉我 喜欢电影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明晚六点 拜拜